主席 其實快點投票吧 如果再這樣糾纏下去 都沒什麼意思 大家的觀點都說完了 不過我也想回應剛才李永達的說法 他說不是輕易用這個 impeachment 又舉這個美國例子 人家的民主國家 大把政治防腐機制 你有什麼在這裏 說話真是鬼為民主派 人家有一個健全的輿論監督制度 有種種的防腐機制 由國會至其他機構 你有嗎 連立法會 僅餘的權力 你也要放棄 很簡單的道理 你有政治防腐機制嗎 知不知道什麼叫政治防腐 李生 你沒有 我不會反對你B&B 我一定贊成 但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到最後 我只想問你們 曾蔭權應不應該下台 我想問問民主黨 你們都好像叫他下台以前 只是叫口號嗎 這件事是不是要下台 要下台 他不肯下台 是不是要彈一句 道理一字 那麼淺 什麼民主派 投票 感謝